在屏東有一位蔡姓男子 他在四號深夜到某間殯儀館的臨堂前面 他先是對著逝者鞠躬膜拜 接著他竟然朝一旁的淋濕 潑洒不明液體 警方獲報在昨天傍晚逮到人 殊不了解男子的犯案動機 一次是兩間禮儀公司之間的糾紛所衍生的 不過目前警方還在調查 咱們參計一下11點51吧 深夜11點多一名男子來到殯儀館臨堂前 先是雙手合十對逝者鞠躬膜拜 接著進潑洒不明液體 仔細一看男子前來臨堂當下 手上早就拿著杯子 先向逝者置一丸 隨後轉身朝著旁邊一對淋濕潑洒油漆 明顯就是預謀犯案 遭到破壞的一對淋濕 只見外貴滿滿油漆痕跡 而男子來到臨堂對淋濕潑洒油漆 消息一出許多民眾都覺得不可思議 事發在4號深夜屏東市某間殯儀館 當時蔡新男子手持裝著漆料的杯子 朝著商家的一對淋濕上頭潑洒油漆 隔天一大早 商家發現淋濕上頭有誤會 調閱監視器 嫌犯的離譜行徑 這才東窗事發 據了解男子犯案動機疑似兩間離 公司之間的糾紛所衍生 與商家無關 目前警方還在深入調查 只是前半跑到臨堂 儘管對逝者以鞠躬膜拜 但蓄意搞破壞 依舊對往生者大不敬 這位評众做得到